早在说 接待我们的军官 请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晚上吃饭 他说我们第二天用这个活的供体 是一个不到48周岁的年轻士兵 因为他不到48周岁 他的父母花当时是一万元的人民币 给带兵的军官 要接受他带到军阳 但是他农村兵不熟悉这个军阳的规律 他跟军官发生了冲突 就把他关到军事监狱 由于关在监狱的时候 给他验血 发现他的血型与高级 有关血型疲惫 所以就决定杀掉他 要取他的两颗脏脐 作为移植用 第二天的时候 那个我与一名护士 进到这个军事监狱当中 做了最后一次血型的比对 我们紧急的上了救折 救折就开到一个特别空旷的地方 周围占满了解放军 但是他们是拿着冲锋架 脸是冲外 那个后背冲离 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刚停好 很快就有军阳压了一个 那个头被那个军服包裹的 当这个放到我们车上的时候 我对面军医命令我快踩住了 因为我看见他双手是反网着 他的脚踝已经被那个特制那个声 累到 累到肉里边 已经通血的状态 完之后呢 他被这个平放在这个救护车的地板上 我们就踩住了 当踩的时候 我感觉他在丑处 我那时候就想说 他可能是活的吧 这时候护士上就用一个剪刀 快速的就把他上一下全刀剪开之后 就一盆那个消毒液 就倒在他的胸前和腹部 快速的做了三次消毒 那个护士就给我们这些军医 马上传上手术用具 这个时候我就在惊讶地看到 我对面的军医就拿了一把手术刀 他没有打硬核麻药 他快速直接从 没有打麻贼 对 没有硬核的 任何的麻药 麻药 对 因为他直接从这个剪涂下 就是保健的剪涂出的 出这个胸部下的位置 直接做了大切口 就开膛破度 当时我看那个肠子一下就涌出来 之后 那个 我们当时分两组 每一组就取一个身杖 也是左右这个两颗身杖 当时那个军医很快就拿到一颗身杖 命令我快速马上剪断动静脉 当我这个剪刀下去的时候 那个 一下就喷射出来 我的手 喷的都是那个鲜血 那个 那个浮腔 一下就充满了那个流动的血液 当时我就就就进来 他就命了 他快 那个快剪断 因为这个动静脉剪断之后 就是 我眼看的那个 那个血管是在跳动的 之后他这个快速的冲洗 就是这个防止血液凝固在这个脏气当中 如果凝固在脏气当中 这个脏气就是 会作备的 就不能用烟体 一直来 所以快速清洗 清洗完之后就放在这个 河河河里 这是我对面已经 具意告住 你马上取得他的一个眼球 因为眼科要用 他就把这个 蒙古的这个头部的 居住 马上回来了 当时我一看 就是他的眼睛就特别恐怖的在看着我 但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说我 我受不了 因为我看他那个眼皮还在动 那个军医 看了我一眼 他就拿了一把那个止血钱 他用左手 把他 按着他的钱额 按在那个地板上 右手 直接 就把这眼球 整个的眼球挽了出来 我当时那个 已经炎要崩溃了 我觉得 我那时候想他不到18岁 他父母怎么办呢 花了一万块钱人民币 到军营 想培养他 以后 他的工作 他的前途 没有想到 就这样缠实在 就太悲惨了 我觉得 旁边的军事招待所 接待我们的军官 请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晚上吃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